那上下之后呢 我们把这样的区拟环境说完了 说完之后呢 那接下来呢 咱们就开始去写最音的计算代码 也就是说 我们接下来呢 就来去认识一下 flux当中在去进行实现的时候 要想创建一个flux应用程序 我们应该怎么来 那咱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去写这个flux程序的时候呢 首先来说 它没有像jongle里面的那样的命令 没有jongle的命 也就意味着说 整个工程目录没有人帮你搭建 你自己去搭建 那我们现在来去做 来去学习的话 在咱们的整个这个框架学习的这个阶段呢 咱们先不去搭建目录 比如说咱们始终都是在一个文件当中来去写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这个文件呢 比如说我现在就来转转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就是普通的这样一个python的脚本程序 那我比如说把它叫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把它叫做hello hello.py 然后呢创建出来之后的话 接下来咱们进行往下去写 那因为我现在是在这个python2当中 所以呢在python2当中去写的话 首先一定要去注意 上面呢一定要把当前文件的编码声明 要说得出来 要写出来 这点应该是讲过吧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往下去走 我们再来往下去做的话 就相当于可以去写了 要去写的话 首先第一步 你得去创建flask应用核心的这么一东西 那它那个应用核心从哪来呢 我们就得去导入一下 咱们先从flask当中去导 导谁呢 去导入一个flask这个类 在这一点我们要跟大家去提一下 你在这里面直接说 从flask里面导入星 能不能行呢 可以吧 但是我们说了 大家一定不要要上这个习惯 因为pep8是禁止我们去做呀 这没有提过什么 这一点一定不要这么去写 无论你在什么时候 这句话都不要这么去写 你除非在哪呢 你除非说是在你的这个share里面 在你的终端里面 你可以自己去写 但是在程序代码当中 一定不要去写 从什么东西 引炮的星 一定不要去写 原因就在于pep8是禁止我们去做的 它有两点原因 第一点原因就相当于是说 from on 引炮的星的时候 那个星到底导入什么东西 要求你的这个工具包装 那个引导文件 必须是包装的 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更通俗的意见来说的话 原因就在于 你使用了这句话 去写引炮的星的时候 看你代码的人 知道你导入过来什么东西吗 不知道吧 它根本就不知道你导入过来什么东西 我在底下 好了 直接去写了 直接去写一个plus 那如果你在上面导包的时候呢 还从另外的一个东西 也去导入过 比如说也导入过星 那你说底下那个东西 到底是上面这个包的 还是下面这个包的 能看得出来吗 看不出来吧 所以就相当于 拼一拼一拼一拼 不建议你这么去做 它就相当于 要求我们 你到底导入什么东西 显示的 全部写出来 所以这点 是一定要去注意的 那么去导入这个flask 导入flask之后的话 然后呢 第一步是 创建flask应用核心 创建flask的应用对象 也就相当于 你把整个flask的应用 全部抽象出来 成了一个对象 这样的概念 第一步要去创建 那好了 通常情况下 我们把这个对象 就叫做app这样的一个对象 然后它是谁呢 是flask这个类 我们从flask这个包当中 导入过来 它是一个类 创建这个类的对象 在创建这个类的对象的时候 要传入一个参数 一个什么样的参数呢 我们通常传的就是 下方线下方线那个name 这个东西大家之前有见过吧 下方线下方线name 没有见过吗 那你这个当中 if-name等于刚刚name 也没有用过吗 用过吧 那你说这个刚刚name 是不是就是它呀 对吧 那你说这个刚刚name 在表什么东西 之前只知道是 说我加了这句话之后 我在底下写的代码 只有当前文件 是启动文件的时候能执行 把它当作导包的话 底下读执行 只知道这个东西是吧 对吧 但是为什么这么一句说 就不知道了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看 第一点就相当于 这个-name 它是什么东西呢 -name代表的是说 它是一个模法变量 这个模法变量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当前文件 所在的模块的名字 因为我们说了 在python当中 是不是一切皆对象啊 所有东西 全部都是对象 那你说模块 是不是也是个对象啊 你一个python文件 写完了之后 它就是个模块吧 那这模块也是对象 既然是对象 肯定有它的属性吧 那模块名字是谁啊 我是不是可以通过 属性来调查啊 所以当前的 这个--name 就反出来的是 当前的模块的名字 把这个也写上 这个--name 表示 当前的 模块 名字 表示当前的模块名字 待会我们再去说 待会我们再给大家去解释一下 这个为什么--这个 再会我们再去解释 这个 为什么--name 等于--man 这个东西 我们先放在这 大家先知道 知道的问题 就是说 这个--name 代表的是 当前的 模块名字 那我把当前的 模块名字 传入进来之后 有什么用 它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传入 当前的模块名字呢 原因就在于是说 在flux 应用当中的话 它去配置的 这样的一个 静态文件 目录也好 像模板 目录也好 你可以不用通过 配置参数 剧情配置 它默认的也会有 大家回想一下 在你的juggle当中 你的整个 你的整个这样的 程序一搭建起来之后 你要用到静态文件吧 要用到模板文件吧 那你静态文件 跟模板文件 放到的那个目录 要不要在你的 setting文件当中去写呀 对吧 要去指明吧 但是在flux当中的话 你可以采用默认值 默认值哪来的呢 你可以不用配置 不用配置的话 它以谁呢 它就是以 你当前传给它的是 哪个模块 它就以 那个模块 所存在的目录 作为整个工程的目录 那你比如说 我当前 是我把我本模块 传给它了呀 对吧 我说了 这个刚刚内幕 是当前的模块啊 那当前的模块是谁呀 不就是我写的这个 Hello.pi文件呀 就相当于 我把当前文件 告诉给flux了 我把这个文件 告诉给flux之后 它做什么东西呢 它就是以 当前文件 当前模块 所在的目录 作为根目录 那我当前模块 所在的目录 在哪啊 就是在那code里面呀 所以呢 它就以code 作为根目录 然后呢 紧接下来 它为什么 它以什么东西呢 它以这个目录里面的 static 作为静态目录 然后呢 以这个目录当中的 哪个东西呢 以templates 这个目录 作为模板目录 这都是它默认的 所以呢 我们不需要 去做任何设置 它也是按照这样去推的 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在这里面 要去传的 这样一个参数值得意义 现在让它明白 什么意思吗 然后呢 这个第一个参数 把它放到这 模块 0 plask 以模块 以这个 模块 所在的目录 为 根目录 为总目录吧 然后呢 默认 这个 目录 中的 static 为静态目录 template 为 模板 目录 这是传的这个参数 它所尊的 给意义 所带 然后呢 接下来 我们再来往下去说 这个东西 说完之后 那你好了 现在呢 就已经创建出来 一个flask的应用对象了 有了flask的应用对象之后 那我们接下来 要做什么工作呢 那你去想一下 在jungle当中 你一旦去写完 这样一个搭建好之后 你接下来要做的工作 是什么工作呀 是相当于 如果抛弃掉那个om 抛弃掉数据库的话 那你要做的工作 应该是 去定义 urlspy里面 那个路径列表吧 然后呢 再把试图 实验出来呀 在flask里面 也是要这样去做的 那flask里面 怎么去做呢 它在这里面呢 没有一个 独立出来的路由列表 的这么个概念 也就相当于 它没有这么一个 urls 等于什么东西的 那样的东西 而是怎么去做呢 它把这个路由 跟试图函数 那怎么绑定呢 既然没有列表 你也就意味着说 我没有办法通过 圆组的方式 前面去写路径 后面去写试图函数了 而是说 在flask当中 怎么去做呢 它是以装饰器的概念 来进行定义的 你比如说 我现在呢 先去定义一个 试图函数 是谁呢 比如说 我把它制造的index 定义为主页 这是定义的试图函数 我把它 这个试图函数 定义出来 然后呢 放到这 代码 我现在待会就写 放到这之后的话 那你说 这个试图函数 和对应的路径是谁呢 这个路径的话 加装饰器 加哪个装饰器呢 你刚才已经创建出来了 一个app对象 所以那个装饰器 就在app对象当中 然后是app里面的road 是这样的方式 来定义路径 也就是说 相当于通过这个app对象里面的road 这样的一个装饰器来去写 这个装饰器呢 是一个再参数的装饰器 所以就意味着说 你的试图函数 到底跟哪个路径 绑定到一起 一起给它传参数 就可以了 比如说 我现在呢 给它传的这样一个路径 实际上是一个斜线 足路径啊 对吧 就相当于 我把当前的这个试图函数 跟足路径 绑到一起了 你如果绑到别的 也没问题 比如说 给它绑到一个index啊 或者是绑到什么东西 都可以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去做 然后呢 这是关于这样的 仅仅上我们再来看一下 通过这样的方式 把路径绑定好了 把路径绑得好之后 那你在试图函数当中 大家去想一下 你在Jungle里面去写的 那个试图函数 这个括号里面 第一个参数是不固定的呀 必须是request吧 要把请求的参数 接收回来 但是在flag里面 不需要了 你这个里面 可以不用传任何参数 不需要去接收request 然后呢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然后呢 那你在这个里面 比如说 我现在不去接收的话 我们也不去管前端 给我传送过来 什么样的数据 我现在就要返回了 我要去返回的话 大家在一开始 学张罗当中的 第一个返回的时候 就不要去return什么东西啊 http response吧 对吧 通过这样方式返回 然后呢 那你在flag里面 可以不需要了 没有http response 任何东西 你要返回的最终当中 你写的app response的时候 你在这里面 是不是还是传了一个字符串啊 对吧 你相当于把这个东西 当做返回的一个 响应体里面 传回到前端去吧 对吧 但现在呢 你可以没有这个类 怎么去做呢 那你直接就把那个 响应体的字符串 放到这里面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现在去写了一个东西 写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它就叫做 Hello flask 好 这是关于这样的 当你这样的东西之后呢 那你一个最基本的flask应用 就已经写完了 已经就写完了 写完了之后的话 接下来再怎么去做呀 是不是要开起来呀 对吧 开起来在张罗里面开的话 怎么去开呀 是要python manage run server吧 那你在flask里面怎么开呢 因为它已经没有manage 那个管理脚本 所以的话 开起来得你自己去操作 那这个run server当中 我们已经知道了 是jungle给我们提供的 一个测试的服务器吧 flask们也自己提供了 测试的服务器 是哪个服务器呢 是这个app.run当中 它就可以理解为是一个 它给我们提供的 简易测试服务器 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最后在进行部署的时候呢 还会把这个run给你替换掉 拿别的服务器来对接 那是我们后面就说的 我们现在要进行测试的话 怎么开呢 就是拿这个app.run的方式 这样子直接运行 我把这个run呢 就给你放到了 if刚刚name这里来了 这代表是我当前 以这个hello.py作为启动文件的话 底下十九环数能够去执行啊 对吧 在里面去写一下 启动flask 程序 好 你这些东西 减完成之后的话 然后呢 咱们怎么去进行呢 你就把它当作普通的脚本 你在这里面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 直接在phm里面 run hello 没有问题 我在终端里面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在终端里面 怎么去做呢 就是python 然后呢 正应的是hello 直接一挑 然后呢 接下来 你看一下 它是不是已经提示我 已经运行在 127.0.0.1 五千端口上面来了 对吧 已经运行起来了 然后呢 回过头来 我在我的浏览器当中 直接去输入 127.0.0.1 然后呢 定义的是五千万 因为我刚才在这里面 定义的路径 是哪个路径啊 我定的路径 是不是主鞋线呀 所以这主鞋线 我在访问的时候 是不可以 写也可以 不写也可以啊 对吧 所以我敲一下 你看一下 是不是hello blask了 这样的一段程序 就已经运行起来了 所以你现在回过头来 再来去看一下 blask里面 所对应的东西 有像jungle里面 那么复杂吗 没有吧 然后我们就说了 我们现在 在这框架这几天呢 通通都是按照 单文件来去写 我们进入到 项目阶段的时候呢 在咱们自己 把这个单一的文件 给你抽成来 这样的目录 jungle只不过是 它已经帮你搭建好了 约定好了 你哪个文件 放什么东西 那我们在blask当中的话 就得需要我们 自己来进行定义 把哪个东西 放到哪个文件里面 把哪个东西 放到哪个目录当中 完全都由我们自己 来进行决定 所以这是关于 一个段flask程序 来自行决定的东西 来自行决定 来自行决定 感谢观看